還香港的公道 希望大家不單止是自己出來投票 亦都要叫多些親戚朋友 左輪右里、同學同事 叫他們出來投票 千萬不要被劉兆佳看死 一定要劉兆佳是跌眼鏡 跌到滿地眼鏡碎 請大家一定要出來投票 多謝各位 好 謝謝 現在輪到梁家傑提問 好 黎敬輝 過去一年 網民一直都十分積極推動五區公投運動 而大專2012的朋友 亦都願意身體力行 參與這個選舉 請問黎敬輝 你怎樣理解年青人特別熱衷 於推動五區公投運動 這個現象 究竟代表些甚麼呢 以及大專2012 又會怎樣在餘下的兩個星期 推動和推動多些人出來 五一六投票呢 黎敬輝 是 首先 我們大專2012 其實都是有一班大學生 大專生 有些可能仍在學 有些更加不所業 都未夠一年 為什麼我們走出來 還有怎樣理解 可能作為年輕人 怎樣理解這次五區公投呢 其實可能最直接就是 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很直接地說 很多大學畢業生 出到來 根本找不到一份長工 就算找到一些合約工等等 這些工作的福利是完全沒有的 而政府給到我們的支援又是多少呢 難道就是 又是那些 又是那些 又是給四千元這麼不育性的 公司 給我們 踢我們上大陸做事啊 等等 這些 只不過 就是一時不教我們長時間的一些方法 所以 其實我們 年輕人可能 對於這個社會 其實 為什麼對於我們國家層的支援又這麼少 但是其實 相比起現在大地產 大商家 為什麼他們不斷賺錢啊 透過可能這些樓價上升啊 他們壟斷了市場啊 還有領會到 他們 因為租金上升 令到中小匯被人踢走 而他們可以盛勢地進入屋邨商場等等 從而壟斷了我們整個市場 這些 供應和物價的控制 從而令到我們 不論是我們 年輕一輩 其實我們基層市民也很新秀其害 我們要承受高物價 即是高消費的項目 可能在屋邨商場那裏 可能一餐都要三四十元 那 其實我們 年輕人 就是有見於此 我們明白 我們是 不發現我們社會的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們現在不走出來 那我們將來社會變成怎樣呢 被大商家控制了整個市場 我們 即我們的未來前途 就掌握在這班 只是懂得賺大錢 嚴固我們 嚴固自己的社會責任 而不顧社會需求的一班大商家 身上 所以我們 其實就是本著我們 不 因為我們大學生 沒有任何政治利益 不會牽涉政黨背景 我們就是 單純我們 我們 我們覺得社會應該從 一個民主的方面 或者我們要顧及各方面的利益 不能再被大商家 控制了我們的市場 壟斷了市場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理解 其實我們 我們年輕一輩 大學生等等 我們 希望透過這次公投 從而令更多人明白到 普選其實只是我們的目標 即是我們的階段性的目標 而真正我們改革我們社會的制度 社會的現有的政制 這樣才可以令到 政府政策不會偏離 亦都不會 亦都不會 亦都不會只是向這個大商家 傾斜 所以我們 我們會有一些有創意的一些伎倆 例如我們可能會由影片 可能拍片來 可能在各媒體來散播 可能 例如可能 可能 例如可能是會設立多一些Vlog Facebook 等等 多一些不同渠道 不同 這個方法 令到年輕人 來接觸多我們 沒有他們的公投 還有我們會動員多一些 不同大學生 可能一些中學生 可能會不參與 我們搞一些抗議行動 可能 可能在立法會門外 可能做一些 可能 即是可能 例如 好像長毛那樣 可能燒一些 工人組給一些 有關的事 這樣 可能希望令到 鼓動多一些年輕人 我們 除了我玩 即是 我們一般 年輕人給大眾的印象 只是 懂得玩 不理 不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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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成怎樣 只是在今次出發 我們要給大眾的印象 就是 我們 這次公投 我們年輕人參與程度 會好像之前 犯高鐵示威的行動一樣 我們都會有 我們有激情 我們有疑情 我們對社會是有希望 所以我們更加要走出來 在五一六度 我們 我們 各位市民一定要 不要 我們 只要多一票的支持 那麼 我們 推動民主的力量 就會更加強大 更加 努力 所以 我希望大家 要在五一度 出來投票 支持我們 推動普選 我們要踢走功能做好變 多謝 謝謝 一號 黎敬輝 現在輪到台下發問的時間 發問有一分鐘 台上答也有一分鐘 看看哪位市民是想發問的 台下有沒有市民想發問 向兩位候選人發問的 請舉高雙手 我們會有工作人員 拿一支麥克風給你的 似乎大家對兩個候選人都比較清晰 有啊 有啊 這位先生 兩位候選人 黎先生 我就非常之多謝你 如果不是你呢 九龍東就沒得公投了 那我想問兩位呢 假設 第二天你們做了議員之後 都沒有真普選 你們將來 會怎樣帶領 我們香港的市民去爭取 我們真是一人一票的 普選立法會 普選特首 不要像現在 他說增加到千二人的提名 就要百五個提名的選位 你想想 如果立法會你們想找百分之八的提名 你們全部都沒得選的了 多謝你 時間夠了 麻煩你了 我們黎經輝先回答 總是會投一個贊成的一票 我不會有這麼多遲 我不會 因為我沒有需要顧及人或政黨等等的一些利益 還有怎樣帶領真普選 其實可能 可能現在就沒這麼說 可能嚴重到 我們會提出 可能我們 我們平民主派 就是我自己提出的 可能全部議席的 就是退出這個議席 對於議會的 是表示一個失望 如果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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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會沒有這個真普選的實言 我們對政府 我們也對市民負責 我們對政府一個嚴重的控訴 那是暫時有這麼多 是 謝謝梁家傑 其實這位市民問的問題 我希望是每一個香港人都問一下自己 民主運動 去到這個危急存亡的關鍵之秋 我們現在掌握的 最近你是可以操控自己命運 改變歷史的 就是516出來投票 因為這一票 是很重要 數得到的 這些票 越多的話 對整個民主運動 是只有利而無害的 相反 如果投票人數 是少的話 北京透過釋法 保留功能組別的可能 也都會相對加大 其實我們在0371 我們見到 8964都見到 我們是要令北京回應 是只有人數而已 請大家要出來投票 謝謝梁家傑 台下還有沒有市民想發問 向兩位候選人發問 有 我們先請前面坐在這位市民 很明顯 有選擇 我們要不斷 我們要不斷